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耶 今天迎來了 我們MG的大喜之日 要喜提新車 MG大喜之日 對啦 喜提新車 我們距離上一次訂車的影片 差不多是一個月前 所以一個月後 就來到MG 然後就可以交車了 你覺得這樣速度快嗎 我覺得蠻快的 有一些要等蠻久的 我也覺得一個月蠻快的 不要這樣子講 為什麼是我們兩個 可能老闆 老闆可能覺得 怕觀眾會看膩他的臉 所以讓我們這種心血 來拍看看這個 新車交車的那個影片 我覺得該道歉了 先道歉是不是 對 如果點進來 然後結果要看老闆的人 結果看到我們兩個 對 那就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進去 做交車的程序 然後我們順便用 我們自己的感受 去看這台MG ZS 車的感覺是什麼 騎機車是我第一次 人生中第一次交新車 對 因為我從來沒有來新車公司 然後交交車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找我們的 MG服務專員 鄭鋼 GO 哈囉 你好 最後我們今天要來交車 對 現在要交車 我們這邊請坐 好 我們選的是白色的車子 然後我們做了兩個選配的部分 就是排庫審視器跟電穩套 對 那我們先看一下車子的外觀 那車子基本上出廠呢 這邊我們到整備中心 都會做洗車的動作 所以會做過初步的清潔 那在交車給你之前 我們還會在這裡過去擦一下 這一部 74萬9千塊 所以在內裝的質感上面 其實比通緝鋸來的更好 因為在前座的部分 我們是電動座椅 那副架那邊是手動的 然後後面這邊呢 我們選購的電尾門 開關呢 嗯 按一下 它就自己就開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 我們開關的一些說明 所以按一下呢 它避一聲以後就會下來 那這個也是有做感應的 這個防夾或防撞的功能 我站下面好了 你看喔 我如果站下面 它帶下來 然後撞到它就上去了 可是 它不會放上去 它就會回彈一個角度這樣 但是它還是有一點力道 就像這樣子 空流這樣子的力道 對 所以 成年人絕對沒問題 但 就小朋友小小孩 在開關的時候 就留意一下 安全 然後這一邊 這一邊 我們要選電玩的嗎 所以這個是原來的那個 油壓頂桿的那個部分 我們上面的話 那個車頂架 它是可以實際承載的 你如果要放車頂架的話 它是可以上甲具 是真的可以 沉重的話也75公斤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它的質感其實做得 還不錯對不對 70幾萬 這樣做的質感 那種質感其實是滿好的 因為有一些車子如果 它這個等級應該是 不會有這些 這個啦 應該可以有 應該就整片都塑膠 它這邊像還有封一個皮 在這邊 飛駕的深度也滿足 然後後面還有門板影響 它椅子其實 滿軟的啊 滿厚的耶 前座有包覆性嗎 側扁 有一點還不錯啊 還可以包 對還可以包 發動的話其實就是這種 無鑰匙發動的狀態 如果不踩煞車 你按一下就是先過電 那過電你就是收音機相關的 可以去使用 再按一次 綠色的燈亮的時候 它就是引擎它有通電 那此時呢冷氣可以去開 但是壓縮器不會開 然後燈啊相關的儀表數字都看得到 然後要發動的話 我們踩住煞車 對 踩住煞車 再按一次這個打火鍵 OK 它就發動了 在車子來說的話呢 方向盤的 右手大拇指的位置 上下左右OK鍵 就是去調整 去看這個車輛的相關設置 再往下呢 是油耗的趨勢表 順帶一提它跟HS一樣 它是音質的 所以呢 它是多少公升跑100公里 那麼這台車子呢 進原廠保養 除了第一次1000或一個月之外 再來就是半年或10000公里 對 那這邊這一個呢 MG Pilot 這個就是ACC相關的控制 好 我把這邊方法轉移一下 在這裡 兩根 上面是方向燈啊 相關的設置 這根呢是ACC的控制 如果呢把它推到 往儀錶板推到底 它就關掉了 往你自己撥一下 打開 它會顯示 MG Pilot開啟 開啟以後你看到 右邊有 一二三四四小條線 這是跟車的距離 就可以旋鈕去調整 跟車的距離 等一下呢 那ACC的功能呢 會還有一個交通用設輔助的功能 可以一起說 交通用設輔助的功能呢 它就是 在我塞車的時候 它用物理性的方式 跟上前車 很像老鷹抓小機這樣跟在後面 它的功能呢 主機上面可以設定它要不要開啟 除此之外 這個功能 它是透過我們這支操作桿上面 去做開啟的動作 打開ACC 是像這樣子對不對 往你自己撥兩下 一下兩下 出現這個Logo 在這個情況上面呢 我開啟了這個 交通用設輔助系統的時候 如果我開了ACC跟車 它在跟車的動作上面 有標線 然後速度呢 你設定完以後 它就會做成車道至中的模式 跟著前車這樣子行駛 這個Logo跟HS比較不一樣 HS是三台車重疊 那這個的話是像這樣子 那麼 剛剛好 左手邊那邊 智能線速 智能線速呢 這邊呢 我們是 做關閉的動作 那如果我們選 超速警示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 圓圈圈 就是路上的線速指標 這個功能就是 我們車子它有 攝像頭 攝像頭上面有攝影機 無時無刻的它會去 偵測 路上的那些線速的指標 偵測到了以後 它會把速度 投射在這上面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是做 超速警示的話 我時速假設 偵測到是60 我就58 59 60 61的時候 它會噔一聲 跟你說 欸我們超速了 但是它不會做任何的動作 這一個Mark 它就會在那邊 這三種 OK其實這樣子是 蠻方便使用的 然後它有手動跟自動 如果我們選自動的話 其實 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選自動的話 每一段路的線速指標不一樣 好這邊如果線速60 58 59 60 你再踩油門就上不去了 它要線速喔 那就自能線速了 不讓你加速 可是你想要讓它超過這個速度 就像我們以前騎摩托車 總覺得回油再吹油 可以再快一點 一樣的 你就是油門把它踩到底 讓它kick down的時候 它可以在那個當下讓你加速 可是你又放掉油門再踩的時候 它又會把速度限制到它偵測的速度 沒有說一定不好用啦 只是台灣這邊有些路段 就看大家習慣 點一下交通用色 交通用色這裡很簡單 它就是開或關 那怎麼開啟就是這根ACC 對如果我這邊把它關掉 打開了那個ACC的部分 然後我撥兩下它就不會顯示了 它就沒有這個功能 對 那一定要把這個打開它才可以做交通用色的動作 那麼後方駕駛的這個部分 就是盲點 我們這部車子呢 它的360比較不一樣 它跟HS是比較不一樣 我們打方向燈的時候 它會顯示像這樣子 自動的顯示左邊或右邊 如果是3D的畫面 現在打右轉燈它會顯示右後方 如果打左轉燈它會自動切到左後方 好酷喔 然後2D的情況呢 它就會照後照進下方這個角度過去 所以剛好是有些人覺得說 A2的角度如果太大的話 就往那邊方向照過去 照地上的動作 打倒車的時候呢 它一樣會顯示後方的這個動作 如果你現在覺得冷氣有一點冷 在最右邊的那個實體按鍵 往上撥 它就是加溫度 你覺得風量太小 第二顆往上就是加大風量 往下就減少風量 不一定要進來這個畫面 這個冷氣的畫面最主要是去調整 比如說風要從哪裡來 或者是電熱椅的功能 我說其實有這個比較好 為什麼 有心底見 我的車啊 它如果沒有這些按鍵 然後它有時候當機 你就完全不能開 我的車就是你知道 它沒有這些東西啊 然後有時候你 可是又要觸碰 一定要觸碰 然後可是你 它又很小 所以你就 有時候你開車 然後你就很麻煩 只能用那個余光 這樣子用 其實不只 對啊 如果這個直接這樣子其實蠻快的 就是需要副駕 副駕 對啊 或是有副駕就 就沒差 然後呢 然後呢 這裡呢 車輛這邊 來 第三個有一個駕駛操控 這個方向盤的輕重 可以調整 對 你試試看 現在是輕的 現在很輕 超好轉 對 然後如果調標準 稍微重手一點點 但是其實還是蠻輕巧的 雖然它是CVT的變速箱 因為有支援全速域的ACC 所以它一樣是電子手煞車 旁邊那顆A 是Auto Hold 那現在你按沒有動作 原因是因為它需要我們駕駛棒的安全帶 要安全帶 對 安全帶要綁 那抬頭顯示器這邊呢 我稍微把這一片給移掉 它有看到一個車子 旁邊這邊有車道偏移的這個警示 盲點的話會在上面這裡 盲點會在上面 那如果車道有偏移的話 這個下方它會亮 它會閃爍 所以畫面的功能資訊是同步的 是一樣的 可是它就可以幫助我們 不需要低頭 就看這上面就好 那我們現在倒車檔有打開了 倒車檔它就會顯示後方距離 你看喔這裡下面 對 它會顯示說 現在後面的距離是多少 它就會顯示 它開始一公尺內的距離 它就會偵測得到 然後雷達就會啟動 後面三顆雷達 那前面的話就沒有雷達這樣子 那留意這邊有個D檔對不對 它是CVT的變速箱 120匹 不過呢它模擬霸數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說 要小小加速超車的話 可以把它往右撥到運動檔 S檔 往下退檔往上進檔 好模擬的 D檔 還切運動檔 然後進檔 因為現在只有靜止 如果有時候實際在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做到相關的設置這樣子 那麼大致上的功能 嗯 宜萍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想想 哈哈哈哈 這台車配備超級多耶 多到是那種資訊 有可能要在腦袋再稍微統整一下 多到我剛剛聽到其實 到最後有點快睡著了 配備給的超級多的 可能我們回去要自己慢慢再消化一下 再摸一下 那今天也非常正常 謝謝 讓我們就是講解這這麼多的配備 沒問題了 對 功能的話比較多比較細 但是大方向來說 開車嘛 就油門煞車方向盤 那這些輔助的功能 主動的你就讓它設定完了 就主動 那一些被動的話 就大概知道怎麼去選擇 其實基本上就是 還是安全第一啦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 宜萍把它開回去 然後我們就是在車上講一下 我們稍微入室的感覺 然後再次謝謝 鎮鋼 MG鎮鋼 謝謝 不要鎮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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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大家都可以輔助跟協助啦 每一個夥伴其實都蠻專業的 好甜 拜拜 HODE BEST IS WHAT SUITS YOU YE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YES 又開到新車了耶 好爽喔 應該給你開對不對 不會啊 因為你比較平常有在開車 才可以做出一個對比 我們剛剛先去加油 加一千塊 加一千塊又快滿了耶 對啊 那油桶 應該不大吧 那我們就不用管泰山了對不對 泰山在後面 加速OK嗎 好像有比HRV快耶 我覺得 我覺得有 滿有推力的啊 我覺得有比HRV快耶 因為它也是1.5 然後一樣都是那個CVT 快一點點 大概這樣子 咪咪 一咪咪啊 我是覺得它後面的推力滿明顯的 它是不是感覺有 稍微先 這樣子 可是它這台沒有渦輪 對 這台就是1.5嘛 這台進去 應該說 還堪用吧 就是如果日常代步應該 夠用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 現在的車應該 都滿夠用的 只是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試 要試上坡耶 因為我只能拿HRV還比啊 HRV上坡是真的 超慢 會卡住的那種 都不會動 車子都不會動 它馬力比較小 我覺得它們應該差不多耶 都應該是120嗎 120上下 扭力好像差不多 我記得HRV好像14.8嗎 這好像15嗎 你覺得它的方向盤握起來 我覺得它方向盤 滿細的 偏細的 可是你剛才說 它其實轉起來滿輕盈的 對啊 因為它可以調 它剛剛那個業務 有說可以調它的 它可以調它的輔助力道 然後我覺得 輕盈的話是真的很輕耶 你看我這樣一隻手指頭 可以轉 很輕耶 對啊 你看 一隻手指頭就可以轉了 所以覺得女生開應該是 滿輕鬆的 因為如果重的話就 有點注意 就要滿大力的 我覺得這台車滿屌的 它竟然可以調 那個方向盤 蠻酷的力道 這是不是一般應該要 比較貴一點的車 然後它有 好像貴一點車 也不一定會有 可以調整的 它其實剛剛講 講說有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滿酷的 就是以它的價位 你不會覺得它會有這個東西啊 可以試它的跟車 有耶 你看它的方向盤會 有自己在動耶 你拍得出來嗎 它會有個力道耶 會維持在中間的感覺 我記得它有可以調是 偏離輔助跟自中 然後我現在調的是自中 它就是有一個力道 一直讓它維持在中間 一直拉在中間 對 拉回來中間 一直在中間的感覺 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設定的是 警示加車道保持 所以它剛剛就一直保持在中間 所以它剛剛就一直保持在中間 我覺得市區示不太出來耶 它好像要60 它說60以上才可以 對 等一下我們 走去那個什麼環洞的時候再試 然後它說它可以識別那個路表耶 識別路表 對 有了 它有讀到耶 你要不要看 50是剛剛的嗎 50是 剛剛那邊那段線是50 欸 被我 被我開4公里了 這台車 白表了4公里耶 它這個 你看喔 你每一次 開到這邊 然後它就一台車開出來 那個動畫還蠻細緻的 現在是 50公里嘛 我猜超過50 你看它說 超過速限請減速 椅子坐起來的感覺 椅子它蠻 泡棉蠻厚的感覺 有些車是坐板凳 製板凳 那種嗎 板凳 這手還是這樣 有嗎 你有嗎 有 不好笑喔 搞黑喔 現在這一段是什麼 70公里 70公里 你看它等一下會不會變70 70 欸 變70了 有 變70了 它真的會堵耶 我覺得好屌喔 有喔 你看我現在超過了喔 你看它說超過速限請減速 然後它一直閃 它那個70公里那個一直閃 欸 欸 自己轉 自己轉彎耶 翻完自己轉彎耶 你現在有在跟車嗎 我沒有跟車 可是它有車到維持 好像它說60公里嘛 對 對 然後 HRV的話是72公里才有 然後我覺得現在可以試試看跟車 喔 有了 SET 30 30 40 我先設70 15先設70 我設70 有了 它自己跟 我感受一下它跟的力道好了 所以你現在有在設定 我 我車到 我換車到的時候 它會取消車到輔助耶 它會自己補助耶 然後我現在切回來之後 它又自己繼續了 所以你現在是ACC的裝牌 對 我現在都是它完全 都是它在開的 欸 它其實煞得蠻平緩的耶 欸 如果我ACC啊 我就算不用AUTOHOLE的話 它也會自己才煞車的 你看我沒有AUTOHOLE 可是我沒有踩 我沒有踩煞車 我沒有踩 它自己煞停的 如果要啟動的話 你還是要踩一下油門 它才會繼續跟 好 我們看它煞車 唉唷 很棒嘛 欸 它煞得真的很棒耶 它煞得真的很不錯耶 還不錯啊 很不錯對不對 有一些車是不是會 因為感覺要撞到 然後才給你急煞 急煞 就是煞的力道很棒 滿像人類在自己煞車 對 其實我有時候開車不喜歡用 就是因為 我之前 我覺得有些車它 煞得沒有很好 然後可能 副駕或是 座後面的人會投影 就是自己踩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它的 就煞得不錯 對 現在是 剛剛有一台要進來 謝謝 它會殺豬嗎 它已經減速了 有 它有減 它自己減速了 而且它減得好平緩喔 對啊 好爽喔 應該可以測那個 360度 對 360度 欸 很棒耶 HRV都沒有這個 對啊 雖然說它的 畫質沒有都很好 但是它 就是堪用 至少還可以看清楚 線在哪 對啊 速在哪 我們等一下來試它的 加速 就是切手排 加速自己 加速原來的感覺 我先把 PACC關一下 我切 手排的 加速 有耶 你有感覺嗎 嗯 有車道 欸 它這個方向盤真的很輕耶 切車道好快喔 沒有看到嗎 而且它可能 頭文是第一輛 欸 我試它的加速喔 好 你覺得咧 滿快的啊 還行齁 因為剛剛爬坡所以它比較吃力 嗯 對啊 我覺得這是 好像自然進氣 小C素的自然進氣 的那個罩門 好像都 快不起來 但是如果是頻路的話 滿快的 我想要試它的那個 轉彎的那個裡面 對不對 轉燈 對 我覺得它是可能 比較舒適取向 還是會晃對不對 那它的避震做起來 開起來 開起來喔 你看那個過程的伸縮空手 還不錯 還不錯 還行 但你覺得比較舒適啊 因為沒有太大的洗步對不對 嗯 就是 對啊 滿快的對不對 嗯 很快就熄掉了 嗯 我試試看它說那個速限 自然限速 我如果按自動 它會怎樣 它會限制嗎 嗯 我踩 我踩住了喔 你看你車子不會動 它就60就60了 所以它現在60 等等 嗯 它現在40了 現在變40了 變40了 所以它會殺到40 就是我踩油門啊 我這樣子踩 踩住喔 然後 我超過40了 它就沒有給油了 它就 你這樣踩著 它也不會夾 所以就卡在40了 嗯 但是現在因為 我們現在是 要停下來的 所以你踩油門還是會走 只是說你超過 比如說50的話 你踩超過50 你的油門 這樣子 原本會一直加一直加 加到50 你繼續踩住喔 然後它就定住了 就不會超過 它不會給你再往上踩 對 它不會給你往上踩 除非好像你踩 踩到底 它好像才會解除的感覺 不然會卡一下 會卡住一下 難怪它會說 建議用警示就好 還有什麼可以說 接下來就跌到40了 真的嗎 對 不能講太多 不然老闆就沒得講 其實是 你擔心他喔 其實是因為 講不出什麼東西對不對 好啦 我們現在就開回公司了 然後 剩下的就交給老闆 試車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喜歡的話 是嗎 我是要講那個嗎 好那今天就是到這邊嘛 剩下的話 試車那些的就 交給老闆去介紹好了 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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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OLD UP, BEST IS WHAT SUITS YOU YES,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